嗨大家好 余生请多指教 虽然只是一部爱情小甜剧 但是里面的三观非常正 其中有这样一个场景 两人出去旅游 晚上顾位和女友被困在一个房间里 夜晚灯光昏暗 窗外雷雨交加 两人相互依偎 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 相爱的孤男寡女 似乎不发生点什么 就对不起这样的场景 对于一个30岁的成熟男人来说 这种情况下怎么会没有任何想法 但他却在克制自己的同时 说了这样一番话 我不否认 这件事情的爱情里面很重要 我也知道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崇尚及时行乐 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这个事情 等到一个合适的时机 等到水到渠成的时候 我们还有很长的以后要一起去经历 所以不用急 对不对 可能我就是个老古董吧 他不是老古董 他是个有血有肉的男人 并且就在几分钟之前 刚刚上演了一出让人面红耳赤的调情戏码 他跟别的年轻人一样 有热血有激情 他讲出这番话不是来源于封建思想 这是他给予自己爱人最大的体贴 他不会放纵自己的欲望 而是让自己冷静克制 他知道单纯遵从原始本能而发生关系 不计后果不考虑未来 有时候会给两个人 尤其是女性带来很大的生理和心理上的伤害 他尊重女性 并且给女性以足够的安全感 这是他对两性关系上绝对负责任的体现 这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 顾未这样的思想非常的稀缺和珍贵 他的这番话也让很多观众感慨万千 尤其是很多做妈妈的 女孩子的妈妈们都表示 如果女儿能找顾未这样的男朋友 那就放心了 而男孩子的妈妈们也把这段话记下来 等儿子长大了说给儿子听 学会为自己也为爱人负责 懂得尊重女性 寻求正确的爱情观价值观 当今社会其实崇尚享乐主义 崇尚释放天性 挣脱一切束缚 但是这一切最好是建立在双方心理和生理上 都准备好 能够正确的保护自己 能够对自己和对方负责的情况下 而不是盲目的去追求享乐 顾未对于两性关系的态度 小编认为值得赞赏 也值得大家借鉴 谢谢观赏 下期再见